最近發生以假學歷進入香港大學供讀碩士的個案 大學已經報警處理及展開調查 非法的留學中介自然成為追查的對象 他們被揭發設員透過高收費換背景 就可以補錄取的勾當 不單是香港大學 還包括香港的其他大學 最重要是按這個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香港熱廚房正經有味道 各位觀眾我是程繼立 談政治廣時事人稱之為入熱廚房 今天香港我說請人入廚房 誰入廚房呢 香港熱廚房為各位 使出混身解素 靠火候憑手藝 把未分層炮製香港正經大餐 上回節目 嘉賓提到現在香港流行兩順飯 內地觀眾很好奇不明白 廣東話送 普通話就是下飯的菜 簡單來說 兩順飯就是一個飯盒分三格 大格是飯 兩格可以在十幾個菜裡選兩個 實際上是變相最廉價的打包自助飯盒 在外國都有類似的 我以前去美國公幹 就會去一間小店裡 擺出幾十道菜 你拿多拿少任你選擇 用飯盒裝了之後去櫃桌 斷磅計數 幾元美金一份 都可以說是同鬼大餐 據統計 疫情四年 香港出現了超過三百間兩松飯店 每個飯盒賣二十元上下 店主很多是大飯店建業之後 沒有公開的大廚 看準租金下降 自己做小生意 原本是工廠區的 整整客去了居民區 現在說要進軍核心中環區 還會出現價錢和菜式都不同級數的 加強版兩松飯 有危就有機 疫史中 餐飲業居然出現兩松飯潮流 都可以算是奇妙了吧 最近發生以假學歷進入香港大學 攻讀碩士的個案 大學已經報警處理和展開調查 非法的留學中介自然成為追查對象 他們被揭發 設員透過高收費 換背景就可以補錄取的勾搭 不單是香港大學 還包括香港的其他大學 不過價錢不同意 個案資料顯示 內地非前列院校的畢業生 可以給70萬人民幣 換取海外次等大學的學歷 不用經過面試 直接拿到香港的大學錄取公司書 另外還有留學中介的職員爆料 向媒體展示內地院校的假印章 和成績表樣本 可以輕易改成績造假 還有中介還溫馨提示 太多家長來搶了 我們公司每年只有16個名額 現在還有人判上判 你們要小心選擇 內行人透露 其漏洞在哪裡呢? 香港的大學 都會透過中國教育部的 中國高等教育學歷 認證去查證學歷 但是不一定會查證它的海外學歷 因為查證海外學歷 一般需時較長 而且回科的機會很微辣 知識體大影響大學和內地聲譽 特區政府搶人才中援大開 但都要杜著些蚊枝烏鷹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 《香港無處不履遊》的說法 引起香港業界 以及社會輿論的迴響 紛紛認為這個提示和啟發 促使我們需要從整體香港旅遊的 理念層次上進行思考、研究和落實 《香港無處不履遊》 我理解邏輯之一 就是香港全開放 意味著 除了維持傳統的打卡景點之外 還要中門大開 讓遊客自己去密室和產生新的去處 以免出新的打卡景點 香港人靠宣傳自己認為的好東西 叫人來享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邏輯之二 就是接受各種不同品味至趣的遊客 各取所需、自由貪失 對今天的很多遊客來說 旅遊可以是享受 不過越來越多 是當成一種體驗 其實享受都是體驗之一 傳統旅遊的吃好、住好、買好 已經不是唯一的標準 我們固然要守住自由多元 治安太平、民風友善、秩序井沿的底線 但更加要深遠長久地省令香港小牌 所謂每來一個 就算賺多少元的日子 將要過去了 當然這個是我的看法 大家不妨討論一下 我今天請來香港旅遊促進會的總管事 崔定峰先生 看看他是否同意我的想法 有請崔定峰 程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總管事 你好… 請坐… 好 先喝杯茶 好 我去了一個星期南昌 是嗎 完全沒有機會喝咖啡奶茶 正宗港式奶茶 來… 乾杯… 你去完南昌,跟著去哪裡 我很快又要去北京 有機會坐下動車 我鋪動車 一個全新的體驗 我們希望體驗一下之後 我們可以帶到多些香港人出去玩一下 亦可以多些仿港旅客來香港 沒錯,來玩多了 雙向奔赴 沒錯 今天我們談談這個 香港無處不旅遊 夏寶龍主任這句說話 我認為是很大啟發的 首先我覺得一件事 剛開始我都說了 我們不可以像以前那樣 所謂數銀仔 來一個客人 就賺一個 這種觀念 已經不行了 你同不同意嗎 我完全同意 因為根本上 其實疫情之後 客人那個模式是變了 根本上我們好像重新啟動我們一盤生意 如果大家都明白做生意 我們重新開一盤生意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下一開門 就在這裡計成本 又計那個 究竟是多少 消費了多少 最重要是我們建設我們的口碑 建設聲譽 還有特別是環球旅遊業的競爭這麼大 我們一個良好的口碑 客人玩得開心 他傳回去給他的朋友 家人 他再來香港才是最重要的 你覺得對 我經常講這個例子 譬如現在香港馬里奧經 是世界文名的 但是馬里奧經 邏輯上 可以是零消費 是 最多是 買兩瓶水 尤其是不用住酒店 只要打的士 買兩瓶水 但是你不能這樣計算 他再來 再帶人來 整班人來 不只是去馬里奧經 去市區 來多幾次 香港幾好在這裏做事 不如在這裏生活 這樣的話 那條數就耐計了 那是幾何級數 我是從北京過來的 因為我們平常在國內 就是經常做這種徒步路線 然後麥里奧經 也是全球很知名的徒步線路 也是沿途都能看到 香港很美的海灣景色 都市的年輕人對於 城市探索的一種新的方式 城市 我們香港有機會 賣向五千萬的旅客數目 每人幫我 光顧我買一瓶水 假設是百元 這個生意已經是四億了 這兩瓶水 買五千萬瓶 就四億了 四億絕對是個大銀碼 另一個問題 我提出 你再用美食天堂 購物天堂 東方之珠 這幾樣東西做招牌 來發展香港旅遊業 是不足夠的 同不同意 同意的 因為根本上 當然我們是美食天堂 好像還有傳統品牌 我們的文化遺產奶茶 不能夠正靠這樣 但不能用幾十年都用同一個招牌 招牌都有點老化 這個就是面對環球旅遊業 這麼競爭的劇力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找到一個新亮點 這個就是我們的大的任務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所謂提到新亮點 現在發覺新亮點 就不是政府或旅遊發展局 去推的這兩點 是客人自己找回來的 例如說 堅尼地城拍海旁 那個籃球場 因為角度是對的位置 所以人魚鋒在那裡 變成一個打卡點 譬如說 執宇聖那個益窗大廈 發夢都想不到 我當年在那裡住過 我年輕的時候在那裡住過 你都沒有想過 發夢都變成一個攝影家的天堂 似乎夏主任 比我們香港旅遊界 任何一個人更加明白 什麼叫做無處不旅遊 這個形容很貼近 正如你說的 怪獸大廈已經成為一個大家 即使你的名字叫怪獸大廈 就算你不是喜歡拍照 但你都會慕名去去 好了 快富街 我們經常走的 我們想不通 早年我們想不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快點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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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人就覺得 這個意頭好 快富快富 所以我們有些大家想像不到的東西 我也有問過一些客人 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 在地鐵站那裡拍照我們的尖沙咀 金鐘 對於我們來說 完全是沒有特別的東西 但我問過一些旅客 原來這個就是證明 他來過香港的紀錄 你講起這個體驗 我覺得現在旅遊 以前說去旅遊是歎世界 那是的 你退休了 我還是坐郵輪歎世界 其實歎世界只不過是體驗之一 那個體驗可能是各種 他人想無處不理由的 意思就是你自己去找 自己去發展 有一樣很有趣的 我們上次節目也做過一張照片 就是遊客在吉舖門口拍照 他不是因為店鋪打倒閉 是甚麼呢 是鐵閘上面那些圖鴉公仔 那些滄桑感 或者街頭的滄桑感 那些東西我便想到 在內地 小便不會有這些 畫在牆上 所以這就是體驗 就是你自己住的地方 沒有的東西 香港有 可能外國才有 原來香港都有 這個才是一個體驗的地方 其實環球經濟到處都是這麼差的 香港絕對不算差的了 其實是 我們都現在說 去年都有三千多萬旅客 今年2024年 我們邁向有機會 可能更加高的數目 四千多萬 甚至有機會達到五千萬 數據顯示 隨著香港與世界各地 恢復正常旅遊 香港有非常好的復甦趨勢 但是今年首五個月 香港已接待一千八百萬旅客訪港 比較於2023年同期 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八 我覺得 正如我剛才說 來一個客人吃飯 我賺你兩元而已 不可以這樣計 譬如展覽會展中心 你排滿了展覽 那些商客來 他們要消費 住酒店 吃飯 要去玩 搭車 但那些畢竟是有限 你想想這條數 就是他們簽了訂單 但是訂單落實的時候 有多少人會來 有多少人來投資 有多少人來賣東西 有多少人來賣東西 為我們創造就業機會 是的 整個幾何級數是天文數字 所以你看香港的四大支柱 GDP 金融、服務行業 或者法律、會計等 和旅遊很有關係 是的 因為我們在旅遊中 我們帶動了零售、交通 如果把我們其餘幾個板塊 因為它的根源就是來自旅遊業 說這些大數據 有些行家做零售 說我捱不到這麼久 我看著我家店 今天有沒有生意 下個月沒有生意 就倒閉了 那就是要先看誰呢 你要等到每間店都看 香港才看 就不行 可能要整個香港看 才可以看很多餐廳 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保持著每天 大概少那天 就算天氣不好 都十萬八萬旅客進來 一到長假期 星期六 或者長假期的時候 說十幾十八 甚至十八萬旅客進入香港 其實數目不少 一天一天 這樣 其實金融這麼多旅客進來 反而其實是 商家怎樣令到它的產品 或者它的服務 吸引到旅客 這也是我們自己想的地方 你說要吸引人留下 又吸引又玩 傳統的迪士尼樂園 海洋公園 都很難再創一個什麼高峰 現在流行說科幻 有沒有看電影 三體 電視劇或電影 那些科幻很熱 很旺 年輕人很喜歡 其實香港是否可以 另跑世界的旅遊 就是我們整個科幻樂園 除了科幻樂園 最近不是有一套電影 我們本地的九龍城寨 這個話題 這些就是 一生一舊 是的 在我們內地的朋友也好 甚至在華語社會裏 甚至我聽到很多日本人 聽到這套戲 他重新勾起了 對以前的九龍城 或者九龍城寨 很多的記憶 有時候真的一套電影 都可以改變一個地方的旅遊生態 所以我們講的體驗 好像我們片頭都說 甜酸苦辣都有 不一定是吃好的 炭好的 你去外國 去一個 譬如夏威夷去珍珠港 那個博物館 不是樂趣 不是去探世界 是一種回憶 所以九龍城寨 也不是太漂亮 又不是剛正 又不是乾淨 是髒辣撻 那為何是一個體驗 這是一個價值 有些體驗 我都沒什麼必要 還有一些叫做 睡街 睡街 就是在香港叫 零消費 睡街 睡快餐店 天星碼頭 天橋底 這些說笑只是很少眾 我相信那些所謂的睡街 大家可能是一些網上的網紅 他要自創一些旅遊的體驗 或者他在網上平台追著流量 所以他創作一些話題 但我相信這絕對不是一個旅遊模式 香港睡街是不好玩的 其實講一講 這種無恥不旅遊最大的挑戰 因為理論上就是 全香港人都要招呼人客 所以有些人提倡全民禮貌運動 我覺得都是一次過的 整個社會 起碼我們的行業服務態度 都被人很多批評 真的要認真處理 香港服務業態度 一直都有不少人討論 特別是飲食業 令遊客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甚至有部分遊客聲稱不想再來香港 近日有網民列出香港服務業四宗罪 第一 適應無禮貌 經常表現出粗魯 生氣不耐煩的服務態度 第二 食飯時間有限制 第三 不會跟客人說多謝 大小 餐廳不主動提供水或紙巾 可能時代變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 有時輕鬆一點 招呼普通一點 不是很大問題 但正正就是外面的競爭很大 特別連內地的服務業 即我直說 我覺得深圳的服務業 和香港平起平坐 所以政府可能一次過搞一個大型的活動 去提醒市民 第一 我們現在說的是全民參與旅遊業 無處不旅遊 所以人人都是旅客 我們真的要禮貌去對待客人 有些事政府要介入 例如你推動一個全民禮貌運動 這只是你服務業不行 旅客都會去社區 他一樣會見到市民 例如的士 的士的服務態度 都是社會上一個 大家討論了很多話題 例如的士那裏可不可以做好一點 都是透過改變民風 甚至加強競爭 令到服務提升 我們無處不旅遊 有些基本底線 都是政府要想想辦法的 即來香港這個城市 有些最基本的事 第一 治安要好 第二 自由開放 你不要說這裏又不行 那裏又不行 那就很麻煩 第三 剛才說的 民風要比較有錢 大家會很友善 很有禮 很願意 很熱情 還有一個就是 很多人都稱讚香港 制度很整齊 整天的影畫 自動電梯 全排在右邊 左邊就留空了 左邊右邊 左行右站 之類 這些四件事 我認為這些最基本的底線 市民要維持 政府都要用心思 怎樣去保持這些基本的事 我最近在內地 我再繼續問一下內地的人 怎樣看香港 他們仍然覺得 香港是一個很優秀的城市 他們仍然覺得 我們仍然是很國際化 和好像你的說法 我們是一個很有秩序的地方 所以根本上 香港有我們的獨特吸引力 我們與內地有很明顯的文化差異 這個本身就是我們先天的優勢 正如你提及國際化這件事 我要舉個例子 一流行一件事就是在街上拍 即是拿相機在中環 在街邊拍一些人像 即是有一種多元 很豐富的味道 陳先生 如果我們明白無處不旅遊的內涵 或者遠景的話 根本上香港成座成市 就是一個主題景點 我們有中環 中環是一個文化歷史交錯 又是一個金融中心 你要去玩一些郊外的地方 我們有物理浩敬 我們有西貢 你要玩水的 去西貢玩一樣有 你要吃東西的很多地方可以吃 我們根本上就是一座主題景點 這個就是無處不旅遊的精髓 我最近看到一些小籠書說香港的景點 香港的說法和內地不同 就說赤柱很少人去 聽說報紙說它現在只有四成客 這麼美的地方 好像去了歐洲的小鎮 為什麼不會得到別人的歡迎再去呢 我們有時候要借一借網上平台 借一借網紅的宣傳 內地的網紅如果可以幫忙 除了是我們圍港之外 可以去一下我們的景點 讓人赤柱 一吹谷一下就當頭很旺 等於有一套電影就是九龍城寨 你一吹谷之後 九龍城寨已經成為旅客 經常要去的地方 即是九龍城寨的公園 或者九龍城 所以其實整體推廣 或者去到地區上 如何將地區旅遊的景點再推廣 這是我們真的要花心思的工作 說起行業、旅行社、餐廳、停手店 它們有沒有這個 遠遠有這個眼界 即是我說的 要旺了香港 才可以旺我們的消費 這個佔得到呢 我也是看眼前的利益 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是兩個層面 你說幾個業界的商會 或者業界的領袖 明不明是要旺了整個香港 我想沒有人會不明白 絕對明白 但回到每一間店鋪 每一個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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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老闆 就自己一盤生意 一定是計自己的數目 所以這個是有些矛盾點 大家的利益不相同 因為無處不旅遊 這不是一個 一條橋的問題 是一個概念 理念上的問題 是呀 大家要接受才可以真的做得到 所以都是要一些時間 大家去明白 還有我們也要明白 我們要經過陣痛期 我們正常在一個陣痛期裏面 看來香港旅遊就好像一杯湯一樣 只是加鹽加素都不行 要加多些材料下去 應該要重頭另外煲個 好了 今天很開心 和阿崔定方和我們聊天 多謝教授 多謝程先生 香港旅遊一定要變 我們擔心遊客人數少 又開始擔心人多消費少 這樣不是辦法 如果銀行用把握舊尺 去衡量得失 解決不了問題 香港人歷來以醒目靈活出名 窮則變變則通 要打開新局面 沒有理由做不到 既然香港無處不旅遊 言下之意 遊客就是每個香港人的 人客 香港人 人人都是導遊 都是知客 都是主人 那就不僅是 旅遊行業的問題了 全香港人 要一起行動先 你想旺你的店 旺你的生意 首先 一起往香港 往西當尔 上面提到 有人說窮遊香港 有所謂 分該攻略三招 分該 分是睡的意思 所以睡觉叫粉高 粉该就是露宿街头 所以但凡与睡有关的 广东话都用上粉 比如躺下就是粉呆 不能说睡 很容易醒的叫咸粉 相反 要睡到放鞭炮都闹不醒的 叫蓝粉 广东话后面加个珠子 可以是昵称 所以妈妈会叫小宝宝 或者老婆叫老公是 同理有睡意的 普通话叫饭困 广东话叫眼粉 简单顺便说一下 有睡意打哈欠 广东话叫打哈喉 别搞混了打哈欠 哈欠 很形象的是打噴嚏的意思 把饭的意思延伸 如果说我等你等了好久了 广东话说 我等你等到闷到粉 哇连蚊子都睡着了 厉害吧 如果说行龙 非常十分担心害怕 有一句叫 摇得枕 磨得粉 是说 整个晚上在发抖 没得睡 最厉害的是 翻身 别误会了 说的绝不是躺平 刚刚相反 是毫无保留 权力以赴 虽不至于要抛头 如撒热血 也是拼了 普通话有很贴切的一句 也是反 就是奋不顾身 如果在赌场上 那就是all in 如果领导下指寺干活 内地叫建筑完成任务 在香港是 我翻财身搞的 而翻身的相反 叫 血身 血是疼爱的意思 血胆 就是亲一口 血身 是说 计较个人 前画廊 后泡斧 顾虑多多 办不了大事的人的意思 那么 要香港无处不理由 那真的要所有香港人都翻身 绝对不能 血身了哦 好 今天 香港的举风 达圆了 欢迎光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家 最重要是按下这个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